欢迎来到MOVING24H频道,请订阅频道,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 今天我们想向您发送以下时事通讯。 王一博金鸡奖落选,瞬间便连引争议,大合影相边太尴尬。 11月4日,第36届金鸡奖圆满落幕。 上百位电影人齐聚一堂,见证了一场电影盛世,也一起为拿奖者祝福。 在颁奖瞬间,主办方还公布了众人的表情,引发网友热议。 本届金鸡奖最佳男主角由梁朝伟斩获,虽然梁朝伟拿奖无数,但却是第一次拿下金鸡奖。 这也让他成为史上首位三金影帝。 颁奖人公布梁朝伟拿奖后,他身自一轻会心一笑,期待时紧绷的状态瞬间松了下去。 一旁的刘嘉玲也摆出姿势,夫妻俩顿时成为镜头的焦点。 但在梁朝伟身后的王一博也成功抢镜,王一博和袁洪坐在梁朝伟刘嘉玲身后,得知梁朝伟获奖,一向高冷的王一博居然露出了灿烂的笑容。 王一博更是笑得合不拢嘴,看上去比梁朝伟还要开心,整个画面一片喜悦。 对此,网友表示王一博如此欣喜也很正常。 梁朝伟是凭借吴明忠的何先生斩获金鸡奖影帝,而王一博是该片的男儿,两人在剧中有不少对手戏。 梁朝伟斩获影帝,对王一博而言有利无弊,且王一博提名的是最佳男配,和梁朝伟也不存在竞争。 在王一博落选最佳男配后,表情却被只瞬间变脸,疑似不满。 拿下本届金鸡奖最佳男配的是老戏古李雪剑老师,他在《风神》第一部中扮演的《鸡昌令人动容》,拿奖可谓持至名归。 领奖台上李雪剑表示只要还有人邀请自己,就会不断拍戏。 并表示这座奖杯属于五个人,每位提名者都有份,十分谦逊。 可看台下众人的表情,却是各不相同。 袁洪依然笑得灿烂,但王一博却脸去了笑容,抿着嘴眼神直勾勾地盯着前方。 镜头给到其他几位落选者,大家表情都十分失落,没有一个露出笑容。 金巴更是撇着嘴,一脸委屈巴巴的模样。 王一博则侧着头,注视着大迎平。 之后王一博和大家一起鼓掌,嘴角还勾起一丝若有似无的笑容,似乎是在嘲讽和不屑。 之后的镜头中,王一博也是一副冷脸,眼神中没有一丝笑意。 有网友表示王一博是不满落选,也有人觉得他是被孤立了。 因为在王一博另一个视角的场内视频中,现场只有粉丝的尖叫声,业内却无一人鼓掌。 网友觉得这是业内人觉得王一博配不上这个奖项,并质疑王一博被孤立。 金鸡奖结束后,星辰大海演员计划的入选者大合影,王一博也在其中。 粉丝晒出一个画面,称王一博稳居C位。 粉丝表示王一博星辰大海大合影是妥妥的C位,其他都只是陪衬。 网友却晒出整体大合影,合影中真正C位的是邓超和孙杨, 王一博和于是各站在两边相边。 网友这一晒照也被指狠狠搭脸了王一博粉丝。 不过粉丝表示说王一博被孤立完全是子虚乌有,是黑粉拿销音视频出来造谣。 真实情况是王一博的每部作品提名时,都收获了满满的喝彩声。 王一博也不是刻意黑脸,而是天生冷脸,冷脸热皮。 王一博被指具备了大咖的前置,未来可期。 感谢您观看视频。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,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 祝您生活愉快、充满活力。 再见。